在主场被逆转,被大连一方逆转那场比赛,甚至包括了上场比赛,先看看这个球,直接选择了向西川中,大概有一米左右的距离啊,这应该是,直接选择射门了。 王冯刚才是,四四的靠住了对方拿球的队员。 这一退以后,自己,仰面朝天裁判是,人为他假摔。 如果也确实啊,姜大森情绪稍稍有点激动,刚才这一推确实不应该。 但当然王鹏的动作稍显有点夸张。 这个反应,时间显得有点长了。 前场定位球,直接把球传到对方的进去里边,直接倒楼射门。 还是乔纳森。 都已经猜到了对方今天比赛的,比赛的心态。 先看看这个球,就在微笑下调整,坐着,把球带传到了。 接着队有脚下。 哦,也不让永远。 既然就在技术看起来,也不让怎样。 我告诉你,最后,是准备放弃团的。 在宫队,你也不让他动作。 而且呢你要充分的利用高点 那你这脚球战术一定要 有更多的设计 看看这个球投舞球 这个球拮据威胁 球没有挺好但没有丢 还是向前走 阿奇姆风有空档再给 阿奇姆风到对方的进行里面 传撞击有大门 球进了 但是别再举齐了 越位了 就不打短的呀 这个球一反弹 他那右脚在打呀 就不好打 他如果是个左脚球员 这个球可能还有机会 看看这个球叫大门 你来我往下晚上这场比赛 飞一下多 很清楚 哎呦直接选择远射 手看看谁先出现失误 阿奇姆风来到了右边 球成中了 调整直接坐下打门 今天的比赛中 瓦格纳以及乔纳森 这两个高点的利用率 不是非常的高啊 拿球调整 再给 不得下多强行打门 也没打上力量 其实刚才 卡马拉倒是 可以尝试下打门 想用速度吃 早点传球 阿奇姆风打球 自己的身后有空档 没有选择打门了 这条打门 至少应该在门框里边啊 哎呦 难怪 施地利克不满意